Hello 大家好 我是将军Victor 今天又给大家做个小视频 就主要讲一下胎压 因为这几天温尼泊的天气开始好转了很多 之前的话都还是有零度左右 然后最近都一定十几二十度 所以有一个提醒的点 也算是大家注意一下胎压 因为温尼泊这边路比较烂 首先怎么看胎压 我们先弄个车来展示一下 这边正好有一个样车 我们随便打开看一下 就是大部分的车在驾驶座这个位置 都是会写着的 推荐胎压多少 比如说front 然后rear对吧 前后胎压 然后基本上30 我感觉33到35是比较常见的胎压 而且是冷胎压 就是说如果你的汽车没动过 然后那个胎压就是算是一个冷胎压 因为你车在行驶过程中 它会有一些热量之类的 所以那个胎压一般会升高的 有的时候可能会降升两个数字 或者三四个数字都有可能 比如说现在冷胎压是30 那你开完一段时间可能是34 35都有 所以如果你冷胎压就已经40 那你开完以后可能会45 当然一般就是汽车的轮胎 一般最大城市好像50 60 可能也不至于破 但是就是说你就是坏处的话 就是胎压太高的话 坏处就是你会很硬 就是这个轮胎会很硬 所以你开起来会比较颠簸一点 然后尤其温尼摩这边路这么烂 那你就是就是这么说 很犀利 驾驶的时候驾驶感觉很犀利 然后如果你要说好吃的话 其实胎压如果比较高 其实可能还会更省油一点 轮子滚起来 当然我还是推荐按照那个每辆车 他推荐那个胎压来吧 你尽量在那个保持在那个胎压比较好 然后不同的车子看胎压的办法 可能有一点区别啊 反正因非尼迪或者尼桑的话 大部分车子都是有胎压信息的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那个胎压情况 然后这边他也会有 就推荐胎压33嘛 对吧 然后因为一般来说车子没发动的时候 就是他电脑的那个行车电脑 他是不会显示胎压的 如果你车子就滚动起来后 他会显示胎压 另外呢还有很多设备 比如说像我们店里这个东西 可能看不太清楚 就是他 你插到那个轮胎里面的时候 如果他这个胎压会显示 如果多了 如果少了我们就按这个打气 如果多了我就直接插进去 不按这个 那他就会放弃 当然我们店里这个设备 会稍微高级一点 可能家里一般不会有 但另外还有很多 是可以购买到的 那比如说肯定电胎儿 或者一些小的工具吧 大概五刀十刀的 也是可以用来检测胎压的 如果从我这边买过车的朋友 因为我是从差不多90月份加入这里的 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冬天买车 那最近就好调整一下胎压 也是对 为了车子的一方面考虑吧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